本期节目由哈佛商业评论 全球繁体中文版赞助播出 想让职场学习更上层楼吗 每天收听HardPod之外 还有更进一步的选择 哈佛商业评论 全球繁体中文版 18周年庆全年最优惠 现在订阅一年 立即加赠三期 再加赠18周年庆 限定品牌托特包 全环保材质打造的托特包 是台湾永续包袋 在领导品牌Daya的明星商品 荣获台湾精选奖 可以手提或尖杯 HBR logo更让你展现阅读品味 无数大师在HBR写下 新思想的起点 透过阅读HBR来获得前瞻洞见 带领你看得更高 走得更远 现在就点击说明栏连结 加入精英读者行列 值爱上遇到的各种挑战 HBR都与您携手突破 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 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性质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大家好 我是哈佛商业评论全球繁体中文版的总编辑邓嘉玲 本周跟大家介绍的一系列文章主题是 领导人如何运用同理心来待人待心 为什么要介绍这一系列主题的文章呢 领导人常用一些硬指标来带领团队 包括帮团队经理目标 制定衡量指标等等 但这些是不够的 尤其是这几年 外在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 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 员工因为疲于应付这些变化 也变得脆弱沮丧 这个时候领导人应该比往日 更加善用同理心来带领员工 才能够让员工心悦诚服 什么是同理心呢 简单说 就是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 了解对方的想法和情绪的能力 根据研究 员工如果置身于一个富有同理心的组织 会更满意自己的工作 更愿意冒险发挥创造力 出现过劳的可能性大幅降低 忠诚度也会提高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篇文章 篇名是 发挥同理心不等于掏空你的情绪 作者是贾米尔萨奇 他是史丹佛大学心理系的教授 这篇文章在探讨 现在各种类型的员工都出现过劳 非常需要主管展现同理心 但是当主管在工作场所中发挥同理心 必须承受每一位不足的情绪起伏 这其中混杂了员工的喜悦 焦虑 愤怒 自我怀疑 恐惧 疑惑 嫉妒 悲伤 等等的情绪 领导人的心里要承载这么多复杂的情绪 可能会导致自己身心的浩劫 让人觉得这种领导方式难以持久 主管要怎么样才能够持续地运用同理心来管理呢 这就是这篇文章要探讨的问题 尽管主管在运用同理心管理的时候 面临情绪过劳的风险 但是根据作者的研究 确实有些方法可以让主管持续地运用同理心 就像护理师跟医师能够寄予病人建立扎实的连结 也能够保持自身的强健 以下是作者提出的三种策略 第一个策略是主管要先医治自己 如果主管无法帮助自己跟照顾自己 人们也不会相信他可以帮助别人 有一些医护人员把病患及家人照顾得无微不至 却很少好好的照顾自己 本文的作者就发现有一位医生 一整天都没有吃饭喝水 坐下来跟上厕所 我们可以将这种想法形容为劣势心态 在富含同理心的主管当中常常见到 然而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照顾自己 怎么能够指望他们照顾部署呢 感受强大压力不仅痛苦 也会妨碍你真心协助部署的能力 压力将导致你对他人的忧虑麻木 难以透过对方的观点来看世界 甚至让你变得更具攻击性 也因此更有可能以不当的方式来对待团队的成员 好消息是照顾自己 其实一点也不自私 而且是培养长久同理心的好方法 一项针对长期从事调解工作者的研究发现 能够照顾自己的人 更能够持久地发挥同理心 近来几项的研究也发现 有一种特别能够保护人们免于情绪浩劫的方法 这种做法叫做自我疼惜 自我疼惜是参考佛教面对苦难的做法 被心理学家克里斯丁·纳福 引进当代行为科学 他包括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培养觉察心 明白自己正在经历什么 第二个步骤是了解人们都面临共同的苦难 提认苦难是普世现象 第三个步骤是对自己展现仁慈与宽容 借此培养善意 这些做法的效力很强大 研究发现善于自我疼惜的人 在心理上会比其他人更为健康 更能够控制情绪 遇到作者也能更快地恢复 无论你在哪个产业工作 好好管理他人 前提都是先管理自己 你有几种方法可以做到好好照顾自己 以下是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提认关心别人的痛苦 也会造成自己的痛苦 当你与一位遇到困难的同事谈话之后 你要盘点自己的情绪状态 如果这场对话让你感觉到枯竭 或者是难受 你要给自己一点时间来处理 第二个方法是宽以待人 也要宽以待己 身为一位主管 你可能觉得团队出现状况 都是你的错 然而如果是一位朋友 带着同样的问题来问你 你大概不会这么严厉地批判对方 所以你要学会宽以待己 第三个方法是 不要害怕求助 领导人往往觉得 无论遇到什么状况 他们都必须表现自信 镇定的样子 但身为领导人的你 同时也是团队的楷模 如果你愿意表现脆弱的一面 团队其他成员会因而笑法 愿意表示脆弱的一面 这对每一个人都是好事 因此主管不要害怕求助 以上是不让情绪过劳的策略一 也就是主管要先医治自己 第二个策略是 学习如何调整你的关怀 主管应该会区分 情绪同理心跟同理关怀 这两种同理心 我们在本周一分享EQ的作者 也就是丹尼尔高曼的 《领导不诗教》这篇文章的时候 也提到过同理关怀 情绪同理心是感受他人情绪的能力 同理关怀则是 除了感受他人的情绪 还想要增进他人的福祉 这两种同理心有所不同 举例而言 一个情绪同理心很高的人 可能经常承受他人的感受 但是未必会有很高的同理关怀心 也就是想要增进他人的福祉 研究显示 不同形式的同理心 是由大脑的不同系统所提供的 具有情绪同理心的医生 承受他人的痛苦 而具有同理关怀心较强的医生 是提供别人协助 这两种情况相比 具有情绪同理心的医生 更容易出现过劳 而情绪同理心较强的人 会因为不想面对痛苦的人 因此避免主动伸出援手 但是同理关怀心较强的人 会直接采取行动来帮助别人 别人需要我们提供的 往往不是情绪同理心 当你跟主管分享你的问题 他的反应却是哭得不能自己 那么他大概很难提供安慰跟协助 所以身为主管的你 应该兼具情绪同理心跟同理关怀 要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可以仿下有任性的医护人员 他们用两种方式做到 兼具情绪同理心跟同理关怀 第一是遇到艰难的时刻 他们会调整自己的情绪 保持高度的同理关怀 同时降低情绪同理心 第二是他们会建立空间容纳 病患的情绪 密切关注对方 并且提供慰藉 但同时也保持界限 参用同理关怀的领导人 比较不会出现过劳 工作更具成效 也比较不会有离职的念头 不仅如此 关怀的正面效应还会向外扩散 因为跟这类领导人 共事的员工 会认为他们特别关心部署 也特别称职 只要调整关心他人的方式 我们就能够帮助别人 同时也不会造成自己的情绪过劳 首先 先问一问自己 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想展现什么样的同理心 想清楚 同事对你有何种需求 你要如何才能够继续前进 避免过劳呢 也许你会明白 比起情绪同理心 同理关怀更能够符合相关各方的需求 以及你作为领导人的价值观 在面对痛苦的同事时 请尝试管理自己的情绪世界 认知同事的痛苦 但是不要深陷进去 做一分钟的深呼吸会有帮助 在这个同时 发挥你的同理关怀与善意 思考或者是写下来 你希望如何改善同事的福祉 以及你能够怎么样提供协助 但是情绪同理心也不是都不好哦 有些情况你可能会发现 适合展现情绪同理心 例如 每当工作上有成就的时候 无论规模式很小 或是不常见 你都应该和员工 好好地享受成功的滋味 营造一些方式 让他们彼此庆祝 运用共同的感受 来让团队关系更为密切 所以主管要同时运用 情绪同理心跟同理关怀 以上是不让情绪过劳的 第二个策略 也就是 学习如何调整你的关心 第三个策略是 切记 同理心是一种技能 是可以学习的 已经有证据显示 同理心与其说是一种特质 不如说是一种技能 的确 有些人天生就比其他人 更具同理心 但是长久的同理心 是可以借由后天 学习来获得的 不仅如此 本文作者们还发现 如果人们知道 同理心是一种技能 他们会更加地努力练习 当你了解 同理心可以借由 培养来获制 你也会了解 好好关心 不一定表示多多关心 许多行为科学家认为 人们应该追求 情绪平衡的训练方式 也就是说 人们要学习的 不是如何提高 或者是降低同理心 而是调整同理心 来纳入自我疼惜 与关怀他人 还有一种叫做 同情冥想的方式 可以帮助人 善用同理心 这种方法 首先将注意力 集中在自己的身上 然后转移到他人身上 并且反复展现 对他人的善意 例如说 你心中想着 希望别人平安 希望别人远离灾害 这样 渐渐地你就能够 真正地培养出同理心 同情冥想能够强化你与他人的连结 甚至在过程中改变你的大脑 对于工作需要付出关心的人而言 它会是一项强而有力的工具 一项研究显示 进行同理冥想的医生 比其他医生相比 与病患具有更强大的连结 也更少出现忧郁的状况 下一回有同事受难时 你可以努力多多察觉 自己如何发挥同理心 下一回有同事难受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番自我审视 你在多大的程度上 是在承受他人的情绪 而不是展现善意 或者是尝试站在同事的角度 如果知道一场棘手的对话 即将进行 你可以尝试利用几分钟的正念时间 来预先调整自己 你要避免卷入同事的 负面情绪当中 应该聚焦于 你对同事有何长期的期望 以及你要如何协助对方 达成这项期望 好的 以上是今天谈到的 发挥同理心 不等于掏空你的情绪 这篇文章 告诉领导人 如何同时善用 情绪同理心跟同理关怀 来避免情绪过劳 又能够真正地帮助他人 今天谈到的是 这篇文章的精华 完整的内容 请到下方说明栏 点击文章连结 阅读更多精彩的内容 本周一系列的领导人 如何运用同理心 来带人带心的文章 到今天为大家介绍完毕 希望有助于大家 在工作跟生活中 善用同理心 再会咯 现在就注决HBR数位版会员 每月三篇文章免费阅读 与世界一流管理接轨 阅读更多管理大师的精彩观点 现在就开始